农村女孩谈了一个大学生男朋友 可确定关系没多久 男生就说自己要回一趟老家 疯子点了点头并没有多想 喜欢一个人就要无条件去相信他才对 第二天疯子去西餐厅上班 没想到在门口遇到了曾经的宿管爱子小姐 再次见面两人都有点唏嘘 原来向导电机破产以后 爱子就去投奔了乡下的弟弟 虽然弟弟家里没说什么 但爱子总感觉不自在 于是便撒谎说在东京这边找到新工作了 来东京这段时间他经常跑人才市场 可是却根本找不到适合自己这种大龄少女的岗位 他今天过来就是想跟疯子说说话排解下苦闷 疯子赶紧安慰他慢慢来不要着急 就在俩人起身拥抱的时候 林振婷的主厨出来外面透气 下午的阳光洒在这个成熟男人微微扬起的侧脸上 让一直单身的爱子突然间心头一颤 接着就是浑身无力 疯子只是稍微一松手 爱子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 直到看见那个厨师傅的男人走过来后 他才慌张地从地上爬起来 疯子赶紧帮他们互相介绍 主厨出于礼貌问爱子小姐要不要进店喝杯咖啡 爱子的头点的跟小鸡捉迷似的 不等疯子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跟主厨走了进去 喝咖啡的时候爱子一开始还很矜持 后面聊着聊着就不装了 直接当着主厨母亲的面表明了心意 要说爱情这种东西还是有点魔力的 表白完主厨后爱子在当天就找到了工作 公司就在林振亭餐厅附近 所以他现在每天都有理由过来吃饭了 而且每次都要坐在能看到厨房的位置 晚上回到公寓后 疯子跟闺蜜石子说起了这件事情 胆叹恋爱的魔力真神奇 结果话还没聊几句 疯子又开始念叨他的男朋友捣鼓了 也不知道捣鼓现在在老家干嘛 一旁的石子听得耳朵起茧子 可脑海里却不自觉浮现上次三男 向他表白时的场景 而石子还不知道的是 三男现在可是米店那边的香波波 米店的老板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当初招人的时候 就是奔着招入坠女婿的标准选择的 可当老板说出这个重磅消息的时候 一直跟他对着干的女儿却不乐意了 米子表示自己可是要跟喜欢的人结婚的 现在这个时代哪里还有包办婚姻呢 心有所属的三男听到这句话松了口气 结果米子下句话又让他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三男的哥哥是从磁城那边过来东京玩的 刚好顺道就过来看看他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了一出大戏 此时最开心的人当属米子 他笑容满面地问父亲要不要去拿点鲁鱼饭 安部叹了口气 告诉女儿他们兄弟刚见面最好不要打扰 他把三男喊了过去 主动拿钱让他们找个地方去吃饭聊天 三男没有客气接过了米店老板的钱 然后带着哥哥们来到了疯子工作的餐厅 见到家乡人的疯子很惊喜 还把哥哥们介绍给了餐厅的老板娘临子婆婆 三人入座后点了同样的洋葱牛肉盖饭 味道浓厚的牛肉搭配清爽的洋葱碎 瞬间就把这三个辞城人给捋住了 吃完饭后服务员小高过来收盘子 结果却闻到了一股苹果的香气 疯子赶紧解释太郎大哥家里是种苹果的 就在疯子跟着众人一起欢笑的时候 他那个富家公子哥的男友已经从老家回来了 可捣鼓却没有直接回公寓 而是独自来到了酒吧买醉 很显然他这一次回家和父母之间的交谈 貌似并不怎么顺利 这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叛逆女孩 每个月他都会打电话跟家里要钱 然后顺便戏弄一下送钱的跑腿虎记 想到上个月被自己骗了两顿咖啡的那个傻妞 邮箱心里不由的一阵偷笑 要是这次还是他来送钱那就好玩了 就在邮箱发呆的时候 一对父子模样的男人先后坐到了他旁边的位置 邮箱本来是不想偷听的 可当那对父子聊起家族联姻的事情后 他的八卦之魂就被彻底点燃了 父亲说家里的药厂经营出了严重问题 可能撑不了多久 但是现在有一个转机 五父制药社长的独生女看上你了 前些日子已经登门说没 导谷听完后愣了一下 可父亲又接着说为了不让药厂的员工流落街头 他们家必须要接受五父制药的帮助 所以这次的亲事说什么也不能拒绝 导谷毫不犹豫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现在俩人正在交往 所以没办法接受这次联姻 旁边的邮箱越听越兴奋 甚至连喝饮料的嘴巴也忍不住跟着一起颤抖 直到这个时候邮箱才发现 原来那个大学生口中正在交往的女生 就是上次给自己送钱的傻妞啊 这时隔壁的老父亲让儿子好好考虑一下 没有父母会推荐让孩子不幸福的结婚对象的 希望儿子能够想明白这一点 男人说完后就起身离开了 没一会内的大学生也跟着离开 此刻的邮箱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给那个傻妞呢 这是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男生走了进来 看到来送钱的人是康志 邮箱接过后二话不说起身离开了咖啡厅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立刻闪影 而是在家里的餐厅附近鬼鬼祟祟躲到了晚上打烊 看见疯子从店里出来后 这个叛逆少女直接冲了过去 拉着她的手就要去找个没人的地方 疯子当然不愿意 上次被蹭咖啡的事情他还印象深刻呢 竟然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直到邮箱说是跟疯子谈恋爱有关系后 他才停止了抗拒 趁着夜色俩人来到了小酒馆 邮箱没有卖关子 把白天看到那对父子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 疯子听完后很平静 反问邮箱为什么要专门告诉他这些事情 本性其实不坏的邮箱很在意面里 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趁着邮箱还没回过神 疯子说了声感谢后就飞快离开 算是报了上个月被坑咖啡的仇了 只是从这天开始 捣鼓还是什么都没有提起 但是这件事情却成为了疯子心头上的一根刺 直到这天早晨疯子在楼下遇到了捣鼓 捣鼓有些宠意地望着疯子 对他说自己的毕业论文写完了 还问疯子下班后有没有空 有些话想要对他说 此时疯子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过还是强颜欢笑地答应了捣鼓 看来该来的始终要来 自己这段短暂的恋爱恐怕要结束了 俩人的约会地点是邦子小姐的酒吧 捣鼓沉默了很久 最后缓缓开口对疯子说 他准备要跟家人断绝关系 疯子愣了一下 这怎么跟自己脑鼓的剧情有点不一样 脑鼓把这段时间的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他喜欢的人是疯子 想要共度一生的人也只有疯子 可父亲却让他回去联姻 所以他想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脱离家族 只不过从今天开始他就变得一无所有了 不过这样也好 虽然没钱了 但至少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捣鼓说完后便深情地望向疯子 没想到疯子却说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说出即使贫穷也无所谓这种话的人 都是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的 吃得苦中苦 那你一辈子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这天晚上俩人心照不宣地分手了 捣鼓离开的时候疯子没有挽留 所以他便没有看到 走到门外的捣鼓从口袋中掏出一枚戒指 原本他是打算今晚向疯子求婚的 而屋外的捣鼓也没有回头 所以他也没看到 在午夜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刚刚满20岁的疯子趴在闺蜜身上哭得撕心裂肺 而他们的这场初恋 就像今晚入冬的出血一样 悄无声息 转瞬即逝 恋爱的时候炫耀的有多大声 分手后就有多尴尬 疯子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 于是只能拜托闺蜜石子说给了公寓的邻居之小 在知道疯子跟捣鼓和平分手后 最难过的人居然是漫画家兄弟 原来俩人把疯子的恋爱故事画成了少女漫画 本来还以为能够画到疯子结婚生子开启幸福人生 没想到现在却要匆匆结尾 这时早苗突然开口 表示你们继续画下去不就好了 公寓那边石子能帮忙搞定 可打工的餐厅这边就得疯子亲自开口了 趁白天荡休息的时候 他躲在角落不断练习 可试了好几种方式 都摆脱不了说出来那种尴尬设死的感觉 就在疯子急到脑壳冒烟的时候 小高那边却站起来说有个重要消息要宣布 他准备要嫁人了 众人听完后纷纷大惊 大厨一脸不可置信地问他怎么回事 小高有些羞涩 表示结婚对象就是上次来店里吃饭的太郎大哥 休息日那天他去了辞城 算是已经见过了家长 在确定小高不是在开玩笑后 林震亭餐厅的所有人都送上了祝福 老板娘林子更是直言要给他涨退休工资 一直以来他都把小高看成自己女儿 所以出嫁的嫁妆餐厅也会全部包下来 小高听完后激动地抱住了老板娘 而疯子也趁着上前祝福的机会 偷偷把自己失恋的消息讲了出来 众人虽然诧异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小高嫁过去傲慈城村的几个月后 疯子终于涨了工资 从以前的每个月一万日元涨到了一万一千二百日元 因为少了一个端菜的人 大家出来放风的时间就减少了 这也让疯子和阿秀相处的机会开始增度 俩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而公寓这边自从捣鼓搬走之后 一直空着的房间 也迎来了新主人 自从爱子小姐搬进来后 疯子他们能够说话的人又多了一个 只不过爱子可是大忙人 不仅要跟女白龄早苗探考大龄少女单身原因 还得充当漫画家兄弟的意见编辑 甚至连公寓的房东小妇 也被能说会到的爱子逗得笑容满面 不过爱子最期待的 还是在每天早晨林振廷餐厅营业前 大厨阿省在后院深懒腰时的迷人曲线 最让疯子没有想到的是 大明星世金子也到林振廷来吃饭 还对他们餐厅的味道赞不绝口 用餐结束后世金子结账准备离开 三位厨师连忙从厨房出来送别 世金子笑容和爱没什么架子 还对大厨阿省竖了大拇指 在不久后的一天 疯子的命运齿轮也开始转动了 因为女演员得了麻疹临时请假 来店里面的导演并急乱投衣 直接求疯子帮忙去电视台拍摄一条广告 疯子连忙解释自己什么都不会 可导演却说没关系的 到时候本色出演说一句台词就行 于是疯子便跟着他们去了电视台 休息的时候 他还遇到了前些日子来餐厅吃饭的世金子小姐 在世金子的鼓励和安慰下 疯子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场直播广告的拍摄 拍摄结束后 世金子顺路送疯子回去 俩人在车上越聊越投缘 在得知疯子来东京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爸爸后 世金子很是心疼这个乡下女孩 他问疯子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人 疯子说身材高大而且很温柔 他说完就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递了过去 在看到照片里那个满脸笑意的男人后 是金子瞳孔瞬间放大 因为疯子那个失踪的爸爸 此时此刻就在自己家里面 乡下女孩第一次参加广告拍摄 就拿了2500月元 相当于半天时间就赚了整整两个月的零花钱 疯子很害怕 他觉得这行赚钱实在太快了 于是便想着把这2500月元寄给乡下的妈妈 第二天是打工餐厅的休息日 疯子一大早就起来整理衣服准备等会去寄钱 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 他起身开门一看 居然是昨天在电视台遇到的大明星士金子 士金子是从餐厅那边打听到疯子住处的 他问疯子今天有没有空 疯子一头雾水点了点头 于是士金子便邀请疯子去自己家里做客 说是要带他见一个人 疯子心里有点范畴 难不成大明星是发现自己的演戏天赋 准备带他见大导演 想到这里疯子赶紧点头答应了下来 俩人一前一后来到了一处豪华公寓 疯子满怀忐忑跟士金子小姐进了屋 结果一进门就听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他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等疯子走下旋转楼梯来到客厅 眼前出现了一个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人 他那个失踪时长两年半的爸爸 此刻正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 士金子告诉疯子他的爸爸什么都不记得 可疯子却认为士金子在撒谎 自己的爸爸就算忘记了全部 也绝对不可能忘记家人的 疯子问爸爸是不是厌倦了家人 所以才选择躲了起来 这些事情他都明白的 如果爸爸想留在这里的话 他就当今天没有来过 但是千万不要说忘记家人这种话 可无论疯子苦口婆心说的再多 阿世眼里依旧是一片浑浊 他正开了疯子的手 有些局促的说了一句对不起 听到这句话的疯子情绪瞬间崩溃 连士金子小姐想要解释都被他直接打乱 他最后看了一眼爸爸 然后飞快地从公寓里跑了出去 可来到外面被大雨淋湿后 疯子才开始清醒了过来 爸爸能够活着就已经是天大的兴臣了 为什么自己还要去责怪他呢 想到这里疯子留下了愧疚的泪水 就在这时一把伞出现在他头上 疯子扭头一看 发现是爸爸追了出来 阿世把雨伞递给了疯子 指了指不远处的长椅 表示之前他就是坐在那里 当时他什么都不记得 而且不知为何全身都是伤 手上还沾满了鲜血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士金子小姐 路过的士金子看到这个男人 连续两天都坐在这里 而且好像还不认识自己这个大明星 心里不免生起一丝气氛 可当他发现这个高大男人手上 好像受伤时 心头不禁柔软地下来 犹豫了许久后 士金子把他带回了家包扎 当时士金子有想过 把阿世送去医院和警局 但是却被他给拒绝了 疯子赶紧告诉爸爸不是这样的 真相是爸爸发了工资 准备去邮局寄钱回家 结果在小路上遇到了歹徒 因为不想让乡下的家人没钱用 所以爸爸拼命地抱住歹徒不肯松手 最后被一棍子敲晕了过去 疯子把当初警察小哥 告诉自己的消息全部讲了 还对爸爸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 可听到这些话的阿世 还是满脸茫然 最后他给疯子留了张 写有士金子小姐家里电话的纸牌 然后独自一人回了公寓 疯子则是自己搭车返回了赤板 他没有选择隐瞒 而是把今天的事情说了出来 食子安慰他别想太多 不管怎样你爸爸现在活得很好 林振廷的老板娘说 阿世先生当初被歹徒打中脑袋 现在看来应该是失忆了 疯子点了点头 他现在很纠结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乡下的妈妈 食子让他赶紧去打电话 可林子婆婆却让疯子写信回去 晚上疯子开始写信 但是无论他怎么平复兴起 却始终无法下的 因为他觉得食金子小姐 收留爸爸这件事情虽然是好心 可也是因为他没有及时报警 导致自己在东京糊糊找了两年半 乡下的家人也整天担惊受怕 这时食子走了过来 告诉疯子没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信里面 怎么看待这件事是美代子阿姨的事情 疯子需要的就是源源本本附数就好 食子的话让疯子瞬间豁然开朗 他奋笔记书很快就把这封信写完了 不久后乡下的美代子收到了疯子的来信 在得知丈夫被找到的那一刻 这个乡下女人还有一点不敢相信 可随着信件读下去 美代子的眉头开始一点点皱了起来 在得知失踪了两年半的丈夫再次出现后 这个乡下女人决定杀进城里 她起了个大早 穿上一身干净得体的衣服 把那梅因为但农活不舍地戴的结婚戒指拿了出来 重新戴在了左手的无名纸上 深吸了一口气后 美代子之身一人坐上前往车站的巴士 她想起了上一次自己去东京时 丈夫阿氏刚刚失踪没多久 当时的她忐忑害怕 最后两手空空带着失望回到了乡下 这一次美代子一样也是害怕 但是眼神却坚定明亮 很快疯子就在车站接到了妈妈 只是在见面之后 美代子就没有说过任何话 俩人很快来到大明星世金子的住处楼下 看着眼前的豪华公寓 美代子有些局促地说了句要是穿和服来就好了 她伸出不安的双手 努力拉了拉没有丝毫褶皱的上衣 只不过这些小动作疯子并没有注意到 俩人一起来到公寓门口 世金子开门后跟美代子打了声招呼 还给他们拿了室内拖鞋 美代子努力控制着身体的颤抖 可在脚掌踩到柔软拖鞋的那一刻 她的头却又低了一分 直到朝思暮想的丈夫出现在眼前 美代子才稍微回过神来 得不到丈夫的回忆 美代子的心一点点沉入谷底 这时是金子端来茶水 入座后的美代子赶紧低头感谢 可她这一低头却又看到了自己袖口的几个线头 美代子用力地拉长 看上去特别嫌弃 旁边看到这一幕的疯子有些奇怪 因为开线的地方其实并不明显 等世金子上完茶后美代子率先开口 作为阿时的妻子 她要代表整个家庭表示感谢 如果当初不是世金子小姐的帮助 那阿时现在不知道会在哪里 可是美代子有一点还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在捡到阿时之后的这两年多里 世金子小姐不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医院或者警察局呢 要知道他们家里一直在寻找阿时 如果世金子小姐选择报警 那家里的老人小孩就不用那么煎熬了 美代子越说越激动 她起身从包里面拿出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颤抖地介绍着照片里面 每一位期待阿时回来的家人 世金子低头道歉 自从捡到阿时后 她第一次有了想要早点回家的心情 所以这些年她一直拖着 直到她在电视台那边遇到了疯子 知道这个乡下女孩为了寻找父亲 刚满18岁就被紧离乡来到东京打工的事情 那一刻她才幡然醒悟 世金子说完原因后起身向母女俩人鞠躬道歉 美代子没有过多纠缠 接受了道歉后就带着丈夫和女儿离开 从崩玉出来后三人都没有说话 走着走着美代子突然说肚子饿了 要不找个地方一起吃点东西吧 三人去了附近的一家面馆 点菜的时候气氛终于没有那么尴尬 阿时虽然什么都没想起来 可还是主动开口说起了玩笑话 美代子本来想今天就带丈夫回去乡下老家的 但是看到阿时眼里有些茫然的模样后 她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最后美代子决定自己先回去 让阿时跟疯子暂时留在东京这边 等到丈夫的情绪完全平复下来后再做决定 她会一直在乡下老家等着 要是阿时哪天想要回家的话就请回来吧 很快三晚热气腾腾的狐狸草麦面被端了上来 一家三口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恍惚间疯子好像看到了爸爸以前的模样 虽然没能把丈夫带回来 可美代子的心情却很好 回来的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了村里的妈妈会 来人是三男的妈妈和十子的妈妈 三个女人一台戏 当美代子说出在东京找到丈夫后 对面的俩人都露出了紧张的表情 一番安慰过后 三男妈妈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大明星世金子到底漂不漂亮 美代子听完后低头叹了口气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 她才会全程坐立不安自残行贿 而且世金子小姐对人很有礼貌 根本就没有一点大明星的架子 家里虽然有钱 但是却布置得很温馨 还有柔软的拖鞋 那种他们乡下从来没有见过的高级东西 也是真的很棒 美代子说得云淡风轻 但是对面的两个妈妈都知道 她当时肯定非常不安 但是我认识不明白的 但是我认识不懂得不懂的 我认识不懂得不懂的 因为我认识不懂得不懂的 在我认识不懂得不懂的 嗯 嗯